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波主的频道 好久不见 好久没有给大家拍撞机视频了 那么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全新一代啊 全部都是最新一代的配置的电脑 当然了这个电脑也不是我的 是我同事的 我的电脑呢 半年前就已经卖掉了 那时候失恋抑郁嘛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所以说就把自己的游戏机啊 电脑啊什么全部都卖掉了 OK 首先呢 在你们面前呢 是华硕的RG B666i主板 还有一个酷尔I7 12700的CPU 还有两条金斯顿DDR5内存 处理器呢 买的是散片 所以说它会比盒装便宜很多 然后呢 它家主板只要3200 然后盒装的话 组合套上要4200 便宜1000块钱 OK 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 处理这个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这下面呢都是环境触点 然后呢 只有经销商才会贴这个 如果你在京东买的话 是不会贴这个 这个是保修 电宝 这上面呢 有些信息 QR712700 不带K的 不可以超频 接下来是最新一代的DDR5内存 这个是去年11月份上市的 那时候英特尔刚发布最新一代的12代处理器 然后内存厂商没有时间备货 所以说全国都买不到 价格炒到一条 两三千块钱 还有更高频率的 6000频的要炒到9000块钱 今年4月份半年过去了 然后呢 这两条从也只见价了300块钱 当时是1499 现在是1099 OK 我们来打开 其实呢 我更想买的是海盗床 或者是芝琪的 那个芝琪最新的 那个很漂亮 频率也高 时序也低 但是价格呢 也很高 也买不到 现在还是没货 这个就是DDR5内存了 Bist 金属外壳 估计是铝合金 然后这里有一些信息 当然了 这些信息是不能给你们看的 DDR5内存最大的改变 相比于上一代 就是这里有一个 那个ECC 揪出功能 这个是服务器才有的 就是现在的内存也带ECC 一错误纠正了 然后呢 还 绑在了那个订压管理 就是订压可以控制 每一颗芯片的订压 就是 电源控制器 内存的电源控制器 从主板呢 转移到内存上了 所以说内存的成本会高一些 接下来主板是华硕的ROG B660i 我买主板都是买华硕的 买ROG买习惯了 之前我买过ROG的那个 B550i 还有J390 J490 J590 信仰在这里 我们打开来看吧 这是本体 这是配件盒 很多配件 比如说 这是天线 摸起来像天线 因为我看不到里面看不清 或者是延长线 对 是延长线 就是主板接机箱的延长线 这个是钥匙扣 哇 送了钥匙扣 这个是SETA 就是SETA数据线 接印盘的 这个是插针 雷电4的插针 螺丝 M.2固态的 估计有两包吧 扎袋 这个是 这个是 天线 它天线也变了 因为这个主板 它是自带WiFi和蓝牙的 也是M.2的螺丝 说明书 还有驱动光盘 还有贴纸 等等 说错了 没有驱动光盘 就贴纸了 看一下 贴纸 一封信 尊贵的ROG粉丝 说明书 驱动光盘 原来驱动光盘藏在这里 我还以为没有呢 它藏在这里了 藏在说明书里面了 说明书待会我会看 因为有些兴趣 就是吉祥接主板 不过一般来说都是一样的 华硕的都一个样 然后你们要知道的是 华硕 它以前都是不带封条的 以前我买的华硕主板 全部都是不带封条的 今年改了 今年带封条 也有可能 这是别人贴上去的 因为一般来说 华硕主板它都是不带封条的 这就让我感觉有点奇怪 今年 这个是背面 Io 接口 DP HDMI 这个估计是那个更新BIOS用的 两个USB 2.0估计 然后三个USB 3.2 GEN1还是GEN2 我都是不知道 这个肯定是GEN2的 这个Type-C的接口 2.5G的玩卡 两个 电线 WiFi6 这是WiFi6协议 然后这是音频 还支持USB的音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正面 希望会亮 希望这个 希望这个眼睛会亮 显卡插槽 内存插槽 处理器插槽 CPU供电 主板 总供电 前置 C口 前置USB30 还有音频的 SETA接口 写的更好看 写的更好看一点 OK 现在我们来开始装机 先装处理器 处理器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它变得更长了 孔锯变成78毫米了 从75增加到78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处理器 它变得比以前更长了 以前这个处理器 是正方形的 现在变得很长方形了 然后这也是电脑 台式机第一次用上 这种大小和架构的 这种设计 就是性能核心加效能核心 虽然说这种大小和设计 手机早就已经有了 但是电脑还是第一次的 这个苹果除外 我们讲的是Windows 而且苹果的芯片 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总而来说 就是这次的升级换代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近十年来升级幅度最大的一次 我们先拉起拉杆 盖子就可以掀开来了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盖子是反向的 以前是拉杆拉起来 盖子是这么打开的 现在是这样打开的 反向 记着 小心这些针脚 不要触碰到歪了 你就麻烦了 然后 装处理器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缺口 对吧 这后面有两个缺口 这个是防袋的 基本上你这样放上去就好了 轻轻的 OK 换一下 确保稳固 然后呢我们再把盖子盖上 等一下 它盖子就会自己弹出来了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提前把盖子掀开来 你只需要按这种程序 然后压下去 压下去 它就可以弹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装固堂硬盘 首先呢把这些螺丝给拧下来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层膜 这两层膜可以死掉的 因为这下面是导热电 可以把那个三星的固堂硬盘 巨大的漏量给散发出去 OK 然后 把固堂硬盘 插上去 斜色15度 换下来 OK 这就好了 就是以后滑锁主板呢 它安装固态呢 都不需要锁螺丝了 以前呢 这边是需要用一个螺丝 把这个固态给锁起来 现在不需要了 免工具 直接推一下就好了 马甲上面的膜 然后 放上去 接下来装内存 内存超简单的 这里有卡扣 但是呢 只有这边可以开启 为什么要买两条内存呢 因为两条可以组成双通道 双通道 它的那个带框会更大一点 我们要对准缺口 看到没 它是有防带缺口的 直接 这样子 按下去 一条 再来 两条DDR5内存就好了 是不是很美 哇 这个是全家福的配件罩 接下来机箱用的是乔斯伯S机箱 我们先把脚垫给装上 完成了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样 然后呢 装风扇 或者装硬盘 都OK 非常好的设计 这个机箱的视频 我也拍过好多期了 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以前 拍的视频 顶下呢 顶杆是可以推开来的 然后呢 它还有送防尘网 防尘网 是可以贴在这里的 然后呢 两片钢化玻璃 处理的时候 小心一点 这个呢 是显卡位 显卡待会装在这里 然后呢 这边 是放主板的 还有电源的 然后也可以放硬盘 这就是A4结构 分层 看到没 分层 主板 主板和电源在这里 显卡在那边 非常好的一个结构 首先呢 我需要一根影音长线 这是我之前预留在这里的 然后 其实我现在想剪掉 OK 然后 这个就是电源灯了 一正一副 看到没有 正号有副号 我们 看一下 正的接正的 主板 然后那些信呢 我们是要把它挤到这里来的 这里最前面那一排是 这是扬声器 然后后面呢就是前面的面板 就是接机箱的按钮啊 硬盘灯啊 电源灯啊什么的 那么呢我们要这么接 这里 这个是电源开关 然后呢 有正负的哦 左边是正 右边是负 最下面这两个呢是硬盘灯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的 不插的 吸口呢 你一定要插对啊 不然会烧掉 这就插不进去了嘛 所以说要反过来 大 这就好了 吸口就是这样的 乔斯宝有准备螺丝工具套 推过来就好了 这留个四个孔 四个孔 数起来就行 加红色垫片 这样就不会伤害主板了 有个技巧就是你一开始不用把这些螺丝锁太紧 等四个都锁的差不多了之后再开始拧紧 再换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一包延长线 把这个延长线插到主板上 这样子 这样的话 显卡就能放到后面去了 这个是PCIe 3.0的延长线 这个插槽则是PCIe 5.0 进容的 向下进容 OK 这就好了 这边 就是这边 用刚刚的那两颗螺丝锁起来 我现在先不锁 因为明天要装散热器 因为散热器要装在这里 背板装在这里 这个是今早到后的 一个是利明的水冷 还有两个白色的反向风扇 是不是很漂亮 白色的 然后电源是十年自保的海运 新出的SGX系列 就是海运它才刚做SFX型号电源没多久 这个是海运的正面 侧面 背面 顶部 OK 咱们来开箱 然后呢 它是从这边打开的 50美元的Steam充值卡 厉害 然后一本宿命书 接着呢 这个是线材 模组线材 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 对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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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居然是黑色的 哎 我还以为 早知道我该买 我该买白色的了 然后这是最初的电源线 接下来这个就是电源了 下面还有东西 下面这个是转接架 就是 这是小电源嘛 可以通过这个转接架装到大机箱 大机箱是ATX结构的 就是ATX的电源 这个电源呢 是SFX 扎带 螺丝 哇 是不是很迷你小巧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海盗床的电源 这次还是第一次用海运的 这个呢是 啊 插那个硬盘的SATA 然后这个是CPU 还有显卡供电 这个呢是主板的供电 MB嘛 moderboard 十年之薄 线材貌似很多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是给主板主供电的 嗯 24P 然后 这里 这个是给CPU的 上面有些 这两条都是CPU的 因为 其实 750W嘛 它是配的是两条 如果是650W 就只有一条 然后 这三条呢都是给显卡的 PCIe 上面有一些 有的显卡呢是需要三个8PIN 供电 然后呢 这里 这个是SATA接口 这个是给硬盘的 就是传统的机械硬盘 两条 然后还有个非常古老的东西 大地接口 好久没有见到这种玩意儿 这个也可以给那个风扇供电 接下来是立民的200水冷 给你们看一下外包装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 双米苏 泡沫 风扇啊 控制器什么的 我说错了 是配件啊 控制器什么的 这个就是 水冷本体 这个白色非常好看 然后呢 这个还是镜面的 水冷头 还有RGB呢 然后另外两个风扇 我是买反向的 你可以看到 反向风扇是装在机箱底部的 240水冷嘛 不压抹 那个控制器 12700 接下来咱们先把上面给拆了 然后呢 待会装电源 装完电源 然后这个地方就好装冷排了 这些螺丝不要搞混哦 一颗 一颗 定干 收的 接下来给电源插线 其实我们只需要两个 这两个是备用的 他以后买型卡的话 要插上这两个 然后 OK 线插好硬啊 定制线的话要100块钱 但是我也不知道 哪家有卖这种型号的定制线 这里写的PSU 意思是说 插这里 我插最右边吧 待会是这样装的 不对 待会是这样装的 然后 对 这样子挺不错的 两条 给他预留 两根 又出又大耳线 主板 居然要交叉 居然要交叉 我服了 这种设计 接下来最好我先装一下水冷头 不得待会会出事情 还送了一个二合一的线 太好 但是为什么不多送两条呢 有规矩 看看 黎明的TF7 又是这种蓝图的 U7XX 给这个用的 这个不是给我用的 也不是给我用的 好多螺丝啊 还有两个扣具哦 这两个也不是给我用的 这个才是 看到没有 上面写的U7XX U7XX U7XX 你们应该看得清楚 我们需要的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要的东西挺多的 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 双面胶 撕了 这六双面胶 就可以贴在那个背面了 待会儿会比较好装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 放在这边 不对是这样子 U7XXX的孔 会是在这一边 它这个居然是 正弯性 对就这样 就好了 这样贴在主板背面 然后 用这个 这应该没有正反面 没有 绝 完美 这个也是 nice 黎明这个设计越来越好 对断孔位 把这个胆板 放上去 贴上去 那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有双面胶就方便很多了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给锁起来了 锁起来 锁起来 对 没错 这正面 需要掏上这种 染色的铜柱 这颜色也是挺新奇的 猫头鱼用的是黑色 它用的是蓝色 用这种 这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打开硅子 挤一点 哦 这次比较好涂了呀 上次很难涂的呀 上次tf7特别硬 然后呢 我们这用刮刀 把它给 均匀的抹平 这个叫抹硅脂的艺术 是不是感觉抹得挺好的 那个 不要太厚 不要太厚 也不要太薄 适中 抹 铜底 然后 这样子 装上去 锁起来 收的 哦 我先把冷排放在这里 比较好弄一点 对上 接下来还要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 把冷排锁在上顶盖上面 总有八个孔位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我们还得把电源给接上 怎么有点硬 这线材也太硬了吧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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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光 线材很多不用还 我们先把这个RGB的线给错练起来 总有三根 冷头一根 然后那个 哦 等一下 四根线 他们要的 这里还有两个风扇 所有的 总共有五根RGB的线 唉 一个一个很高吧 你看 这是第一根 这是第一根 帽子 这可能 掉了 OK 然后第二根 第二根 不需要两个都是四屏的 否则会冲突有问题 所以说 一个四屏一个三屏 我们再留两条风扇先 然后呢我们还要再接两个风扇 总共要接五个风扇 现实教练们如何理线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装好之后的效果 这个冷头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理线离了我很久 因为这个线啊 太硬了 它不是定制的度音模组线 好的现在我们通电看一下灯效 开关 哇哦 我觉得紫色好看 这个是盖上玻璃之后的效果 能看到一些灯光 如果我再来个RGB的显卡 就更亮了 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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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到了 Curei7 12700 看看 YES 配成刷 Curei7 12700 然后呢 16G的内存 然后呢我们先修改一下BIOS 这个是华硕的ROG主板 先改一下语言 搞个中文 12700 速度 4.5Mh 然后内存16GDDR5 4000 待会呢要把这个4000把调到5200 因为我买的是5200 主板温度27度 CPU27度 哇哦 这温度这么低 101不得的定仰 这是风扇曲线 XMP可以打开的 现在 开启 5200 待会重启它就是5200了 然后我们还要调一些东西 F7吧 对 经过高级设证 这是超频超频 我就不动了 因为这个处理器也超不了 它不是带K 在高级北桥PCIe设置这里 有个地方要改 这个M.2嘛 它是GIN4的 哦不对 我这个是GIN3版 没关系 它可以线下兼容 就自动就好了 然后这个新卡的 调为GIN3 第三代 它虽然最高支持第五代 但是呢 可能你买的显卡 还是捐商的 然后它就显示不了 有了 看下全数多少 1500 GIN3版 全数 对 水泵肯定是全数的 F7 OK 然后它待会 会从我的右盘 启动 OK 咱们开始安装 Windows 11 下一步 现在安装 没有产品 没有 我们安装 家庭版 还是专业版 家庭版 应该就它够用了 不需要专业版 那就下一步吧 我接受 下一步 自定义 这两个先全上了 是的 全上了 然后新建 下一步 下一步 开上妆 哇 好快啊 地区 下面 中国 是的 键盘布局 是的 是的 不用了 嗯哼 跳过 真的为你 接网络 秘密你的四倍 OK 这样也可以 下一步 嗯哼 嘿嘿 安装好的 网络车11 然后我们调一下 这边 显示是这个 对 150% 太棒了 都是 我比较偏厚的设置 这是4K显示器哦 支援中心 切 哦对了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 OK 已经激活 开心 关闭 这里 已经激活 然后 看点东西 这边 任务环仪器 不对啊 看看啊 有个技 哇 看这么多 格子 看到没 哦 说实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 就差不多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所感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